侯孝贤的电影《海上花》有这么一幕 王连生提携妓女张慧珍 让她从二等妓女升到头等未接 用行话说就是从二妖长到了三条 在风月场所里 顽骨牌很常见类似于我们今天看到的麻将 麻将里有一张象鸟牌 急妖姬 还有一张三竖条因为头等妓女出局 要价都是三块钱升到了头等妓女做先生的身份 排唱自然与从前低接妓女身份不同 首先是住的房子起码得租整层楼 然后适用人最少得有一个姨娘 一个大姐一个相公一个厨子一个账房 再次是一上头面陈设等 这一大家子的花笑都是一个头牌妓女的门面 一个大姐一个月的工钱也就一块钱 先生出一次局记账三块 嫖客与妓女的账目往来主要通过挂账 在一年三节里需要每结账一次 张慧珍是刚刚被捧起来的妓女 在用钱上还是小心翼翼不能跟沈小红相比 沈小红也是王连生喜欢的妓女 沈小红一出场就是头牌妓女 而且红遍过上海租借 所以沈小红买东西基本上不问价钱 喜欢就要买反正出钱的人是王连生 这幕戏的主角是一根翡翠连蓬 妓院里常有上门卖首饰的生意人 这天晚上张慧珍就拿出 一根翡翠连蓬给王连生看 王连生正坐在桌边吃饭 旁边坐着药铺老板 红扇清他们两人正在说话 王连生叫张慧珍 把这根莲碰簪子给红扇清看 红扇清把簪子拿在手里戏瞧了一番 张慧珍说这个要价16块 王连生说这个最多给10块 红扇清同意王连生的话 然后王连生就跟张慧珍说 以后要买首饰 就交代红扇清去办 就好价钱公道点 这幕戏耐人回味之处 有以下几点 一 红扇清是王连生的买办 红扇清是开铺子的掌柜 而且他不是卖首饰的 可是王连生却叫红扇清去买首饰 而且红扇清的表态 是在王连生明确说了 这个东西值多少钱后 他才心里有了个底 知道采买这个东西的价格上限在哪里 二 红扇清对首饰行当很熟悉 中国人做生意非常看重人脉关系 红扇清如果没有这一块的资源 王连生就不可能让红扇清去办事 后面张慧珍被沈小红揍了一顿 头饰都打烂了 王连生就吩咐红扇清把这些 打烂的残缺品拿到银楼去重做 三 张慧珍花钱的态度 按理说妓女被包养后 一切开销都可以算到客人的头上 况且她还是处在受宠的阶段 张慧珍想买个翡翠连捧 还得先问一下王连生的意思能不能买 会不会买 是否买贵了 后面沈小红也拿出一个同样的翡翠连捧 要价16块让王连生出钱 王连生就说 你已经有几个一模一样的了 干嘛还要买呢 用这16块钱你可以去买不同的首饰 沈小红就坚持要买这个簪子 哪怕浪费16块钱 她也要迎着口气把张慧珍打压下去 四 王连生对两个女人的态度 沈小红泼辣把王连生吃得死死的 但王连生就死心塌地的喜欢沈小红 还想娶回家去做小老婆 沈小红就是不愿意嫁给王连生 一辈子关在一个家里没了自由 张慧珍温柔对王连生百依百顺言听计从 但张慧珍的生活品位不及沈小红 张慧珍刚搬新家的时候 王连生站在新家的堂屋里 看到正堂挂的字画和条幅 完全没有品项赶紧叫人把那些字画拿下来 她要另换一批 沈小红包养戏子这事被王连生发现后 一气之下就把张慧珍娶回家做小 断了跟沈小红的来往 张慧珍关在家里久了跟王连生的侄子私通 这下把王连生气得三尸暴跳 下狠手把张慧珍揍个半死 如果不是旁人求情 王连生本打算休掉张慧珍 把她赶出家门 王连生在红扇清面前掉了几滴眼泪 然后又开始光顾沈小红的生意 看这部电影 既女与嫖客的个性为人处事方式 像涓涓细流那样 在生活里缓慢的释放表面 没有惊涛骇浪 但底下却全是故事 中国传统文化里的含蓄细腻婉约 不是直接向你诉说 而是需要你用心去体会 那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人物的举手投足之间 都是故事情节在展开 但重在观者的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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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